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29號 我們今天的節目呢是從中共呢剛剛召開的四中全會 從四中全會的話題談起 四中全會啊整個這個話題啊 對外發布的你看它發布的這個消息啊 還是這種空洞無畏就一貫是中共的這個老一超教條主義 對外面講的呢都是那種假大空的 什麼社會主義建設啊 國家的這個加強政府的怎麼管理啊 共產黨怎麼領導講的都這一類的話 但是你看到它的步驟是什麼呢 它首先這次呢在整個四中全會之前就搞了一個什麼 搞了一個習近平的這個一本新書的發行 這本新書呢就是習近平強調的所謂黨建建設 就是共產黨的黨員建設了 那麼這個黨建的這個新書呢是全體黨員呢要求人手一本 學習習近平什麼呢 學習習近平的要求就叫黨管一切 習近平推出了一個新的名詞 那不知道是王滬林啊還是他這個中央的這些幫助習近平去後面搞的這個黨建的參謀班子 給他呢怎麼樹立在黨裡面的形象和榜樣 然後呢給他推行了一套這個新的理論 就是換兩個新的名詞啊實際上叫都是那麼回事叫做什麼叫做第五個現代化 這第五個現代化叫什麼第五個現代化裡面其中的這個最重要的現代化叫黨管一切 那說來說去不就是專制管理一切嘛就共產黨一黨執政共產黨黨管一切所有東西歸共產黨管 這從毛澤東建政時候就這麼執行的沒變過啊 無論是毛澤東也好鄧小平也好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執政誰執政時候不是黨管一切啊 中共還有什麼東西是黨管不到的地方嗎或者還有哪一個地方不屬於黨管理的地方嗎 所以強調什麼第五個現代化黨管一切實際上就是習近平在這次四中全會上給自己再裝了一個精緻招牌 為什麼要裝這個精緻招牌呢是因為黨內鬥爭太激烈因為四中全會一直開不了 習近平自從2018年他搞了這個啟動他的這個終身制利用人大去廢除了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終身制的這個條例之後 他在黨內就一直受到反對的那麼在黨內一直受到反對以後呢這個四中全會就不敢開 從2018年呢就拖到了2019年2019年呢又從上半年呢拖到了下半年下半年實在是熬不過去了準備呢就在今年十月份召開 那十月份現在已經到了最後一周決定開了那麼這個會主要要通過什麼議題呢 實際上所有的講的什麼黨建啊什麼黨對政府的怎麼加強管理啊對社會怎麼優秀的管理啊這些呢都是空話實際上就是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習近平現在在黨內他有沒有被黨內其他反對的力量所戰勝 習近平究竟他是還能夠穩固住他的所謂領導陣營他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包括他自己直接可以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他可以實行終身制 這就是說在於習近平他要想完成這個目的能不能完成得了 那麼這次四中全會上最大的看點就是什麼就是習近平有沒有接班人嘛 有沒有接班人這個接班人是不是能接到班這都不重要關鍵什麼如果真有接班人 也就是習近平他不得不屈從黨內其他反對他的力量 就是說共產黨是需要按時換接的那麼按時換接就一定要列接班人出來 如果說習近平是同意列接班人了那就說明他當時他搞的這個復辟啊 就是也就是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開始國家可以有終身制的這個想法就失敗了就失敗了就說明大家都反對他嘛 當然還有一種說法就是什麼習近平這次是安排了所謂的接班人進入了政治的常委 但不一定把班交給他們接啊而且可以裝模作樣搞個過場啊 那麼如果說習近平他真的叫裝模作樣搞個過場不得不讓這些人進的話 就說明黨內有反對力量如果黨內有反對力量習近平他不得不去搞過場 不得不去安排接班人的話接班人是肯定要按照這個中共的這個規則 就是二十大要有人來接班的話那習近平他費那麼大力量他要廢除國家主席終身制幹嘛呢 他就直接就有這個國家主席終身制啊他既然能夠去施行廢除國家主席終身制 他也就是想自己連任自己一直終身制的這就是毫無疑問就是習近平的想法 我想這個問題就不用去解釋只是現在黨內對他的這個反對力量是不是過大 大到他自己扛不住了必須有人加進來那必須有人加進來 這次人家都在討論說欺騙九了那麼欺騙九大家就知道這個中央就沒有集權了 因為胡錦濤當時胡錦濤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時候就是九個常委 也就是胡錦濤當時沒有什麼權力嘛叫九龍治水嘛每個人分管一攤嘛 周永康分管政法政法上面就周永康說了算別人不能去到政法口子上去插嘴啊 溫家寶主管國家經濟溫家寶就可以搞十萬億溫家寶就可以搞國家就是關於國務院系統裡面就是溫家寶說了算別人別去插嘴 那賈慶林李長頓李長頓管宣傳宣傳口就李長頓說了算賈慶林到政協主席政協那塊就是賈慶林說了算 所以每個人分管一攤的情況下呢胡錦濤這個總書記的職權呢是下降的 所以人家認為如果這次七變九呢是不是習近平的這個職權就下降了這要看七怎麼變九 我個人分析有完全有這麼一種可能不是坊間講的就是陳明兒和胡錦濤進來了就變成原來的七個常委加上這兩個常委七變九 我覺得很有可能什麼習近平他搞的這個七變九啊就是真的習近平他自己不得不屈從黨內對他很大壓力 他需要做一些調整那麼他調整他也是動陰謀的他定的陰謀就是習近平最終他是不會願意退出他這個黨的領導地位的 習近平絕對是要搞終身制即使現在有接班人有接班人習近平也不會讓那個人接到班 那麼這些人要不要裝模作樣來弄可以來弄怎麼弄法呢也就是欺騙九 欺騙九習近平不但是不能夠讓這個欺騙九變成了九龍之嘴你們每人都分管的很大的權利習近平沒有權利因為胡錦濤的榜樣在這嘛 習近平願意把這麼欺騙九以後反而自己更加集權什麼目的呢就說人多了人多了誰說的都不算 誰說的都不算也就是習近平一個人說的算那麼人多了以後把這個人加進來的人是不是可以抗衡習近平這個集權的人還是擁護習近平這個集權 心意要到習近平手下去做太監的人這很重要所以習近平選什麼人進政治局常委會這很重要 所以在這個看點上來我認為如果習近平選人選七變九的話我個人認為習近平可能更好的能夠控制他的這個隊伍 能讓這個七變九九個常委以後他的集權不但沒有下降還能提升的話他就會選拔他自己最信賴的那些人進入政治局常委這些人都是跟著他混的嘛 這些人沒想過在習近平有生之年要替代習近平嘛只想著就是你習總長的這個天下我們跟著你混我們也是可以講九大臣啊能夠當人公民大臣九常委已經很好了啊 並不一定是人人都想當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的因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不那麼好當你當這個中共領導人的話你沒當好的話那麼好就像華國鋒一樣胡耀邦像趙紫陽一樣 所以說呢我認為習近平他安排的這個九常委很可能補進來三個才下去一個才下去一個我認為是趙樂際了因為習近平對趙樂際相當不滿意而且趙樂際跟習近平沒有什麼太深的政治聯繫 他只是前朝元老給他留下來的一個他覺得不能不用但是用來又用的不是那麼順手所以我覺得趙樂際會被他擠出政治局常委會這樣就從原來的七常委變成六個能補進來三個補進來三個哪三個人呢我個人認為沒有胡春華 因為胡春華習近平也是完全不信任他的胡春華孫正才是前朝元老也就是胡錦濤和溫家寶給習近平的這個班底裏配著兩個預備的接班人那麼孫正才現在已經當作黨內最大的野心下已經送進秦城了而胡春華呢習近平從來沒信任過他歷來就是給胡春華安排那些最難幹的活最髒的活最容易充麻煩的活吃力最不討好的活就讓胡春華讓他瘦著所以說對胡春華我認為習近平不會信任 因此胡春華進不了政治局常委倒是哪兩個人能進也就說除了陳明爾習近平信任的可以進來另外呢一個是上海的市委書記叫李強一個是廣東的省委書記叫李希這兩個人呢都是習近平絕對的過去的枝江新軍的幕僚習近平非常信任要不怎麼把這兩個人擔任到中國最重要的這個重要的省份去擔任豐江大利呢 也就是上海和廣東這兩個地方歷來都是政治局委員歷來都是中共最主要的控制整個中國國家經濟的最主要的兩個省份和直轄室啊 所以說這兩個李強和李希呢是習近平很信任的人習近平之所以信任他們習近平一直認為這些人對習近平很效忠 而且習近平個人認為能控制得了他們所以說習近平把李強李希和陳明爾選進政治局常委把趙樂際擠出去 那麼雖然是九常委了但是新進來的三個人是完全跟栗戰書一樣跟習近平是屬於就是當太監的 也就是你習總說什麼我們就幹什麼在這種情況下你說汪洋也好李克強也好 他們就不可能再堅持他們個人的主張因為在政治局常委裡面他們完全是少數啊 就是汪洋和李克強兩個安徽人啊取證你像王虎林也好韓正也好毫無疑問都是擁護習近平的吧 所以說習近平這一下子九個常委雖然人多了但是習近平集權更強了 因此我覺得四中全會在接班人間安排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當然啊就這幾天就要閉幕了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一種就是什麼 習近平仍然能夠完全控制黨內他自己認為他完全做得到控制得了的權利 也就是根本沒有新的接班人不進來原來的常委怎麼樣就怎麼樣習近平就不準備交班 還有一種就是習近平撞目作樣弄上幾個常委進來把這個常委會從七個變九個了 但是習近平是不會把班交給你的你不相信我這個話你看到到二十大的時候 習近平是不會退的因爲什麼中共雖然你有制度就說黨的書記到了這個兩屆以後應該退 但是黨當時他沒有民文規定啊習近平當時他就不退你怎麼辦啊就像鄧小平 鄧小平當時他就說軍委主席他不退誰還敢勸他退啊都跟你說哎呀你領導的好你身體很好你完全可以擔當大人你不要退 你說鄧小平當時他本來是偷偷地跟胡耀邦露出那麼一句就到時候我們倆一起退啊 胡耀邦很高興胡耀邦就跟人家講我和這個鄧小平呢小平同志都全部退出退出中央委員會他退軍委主席我退黨的主席 胡耀邦很高興他覺得黨的生氣換代嘛結果什麼鄧小平實際上是考察胡耀邦的心裡面想你就那麼盼的我退 所以鄧小平他毫無猶豫就把胡耀邦就把他拿掉了就是任何一個獨裁者他不可以隨便放下手上的屠刀的他怎麼會好好就退呢 所以鄧小平他就沒退那麼鄧小平之後就是江澤民啊江澤民按道理他自己已經做了十幾年的黨的總書記 也就是鄧小平給他隔代指定了胡錦濤等到胡錦濤繼任的時候你江澤民也就到了功成名退的時候了啊 他說他說他要留任兩年軍委主席他要留任兩年軍委主席沒有人反對的了胡錦濤敢反對嗎 所有的別的人都講說哎呀江主席登高望重江主席這個洪富幾天江主席身體非常好江主席完全可以指揮軍隊打勝仗 江主席就是應該留下來當軍委主席所以說這樣江澤民就留下來了那你覺得習近平不會嗎 習近平到時候裝模著要講哎呀按照黨的製作二十大五要退了馬上立戰書就可以跳出來講習總不能退習總身體好 習總這個駕馭整個全國黨國大局習總做得非常好國際上就非常需要你川普講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川普離不開你的你不在的話中美關係就完了就是你在我們跟美國產生有這樣的關係 不管美國和我們之間的關係如何交惡中國在習近平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以後 把美國的這個巨大的貿易順差美國每年拿回來的幾千億美元給他糟蹋完了 美國現在的我們又是加稅又是貿易戰又是科技戰又是在軍事上去鉗制中共他不談這個他只談 川普講的跟習近平關係很好所以說立戰書就會講要把習總留下來 他講留下來請問你是陳明兒也好韓正也好王古年也好或者是我講的李希李強也好他們哪個不擁護他們都說可以留下來這樣習近平他就繼續做啊 他不退你怎麼辦他就到了那時候他就不肯退所以他繼續把他這個總書記位置做到 現在來的這些人都是什麼都是給他裝模作樣安排在別人面前講起來有接班人講起來這個常委會是集體討論 實際上就是他自己他個人所謂定義尊習近平要完成這一步他是有主力的 因為呢他這個主力來自於黨內的前朝元老包括江澤民胡錦濤那兩朝的各個政治局已經退位的常委 也包括原來的退休的政治局委員就是前朝的元老還有就是大量的紅二代太子黨這些人對習近平都有反對 那就看習近平有沒有這個能耐能夠把這條線上擺個基本平衡 不管習近平能不能擺平衡習近平的想法我們都是已經很明確的 從他呢這個修改國家主席任期制那時候起他就呢希望能夠連任 因為習近平他有數啊他接任中共這個最高領導人以來 他手上的血債非常多啊他給他打掉殺掉多少他黨內的對手 包括那些現在在監獄裡面的周永康令計劃薄熙來沒有一個人可以放過他習近平的 所以習近平他也沒有把握他把他這個班交給未來的這幾個人去接 隨便是誰誰不會對他進行日後的清算如果一旦清算到他頭上以後 他也像周永康一樣弄到監獄裡面怎麼辦呢所以他不會放心的 因此我個人認為習近平是不會願意把這個班交出去的 他也就是說給你裝模作樣安排幾個接班人到了時候他就不交班 他就說我不想退然後哪幾個人哪個人敢逼他他退沒有人能有這個能耐 而且誰敢跳出來逼他退一定這個人首先會到秦城去嘛 所以這些人只會裝模作樣說習近平了不起習近平多麼偉大 你就可以在這兒來成為偉大的民軍所以這些人只會表面奉承他沒有人敢呢 明目張膽的就是要來接他的班他習近平沒有鄧小平的這種威望 也就是習近平他可以像鄧小平一樣退居二線以後 仍然可以垂簾聽證控制國家政權習近平我不講嘛 他如果有垂簾聽證的能力他就有可以實現他終身制的能力了 所以說他寧願把他自己放在終身制上面用他自己這個職務人壓著你們 我沒有退我是最高領導人你們副總統他寧願這樣做他也不敢說是把這個職務交給一個他所謂的垂簾聽證一個沒有能力的領導人來擔任 然後呢他自己來控制那個領導人他來擔任垂簾聽證 因為垂簾聽證輪到習近平是絕對輪不到他的那胡錦濤江澤民都想垂簾聽證都垂簾聽證的到嘛 所以只有鄧小平當時實現了這個能力那鄧小平他因為他接掌中共最高政權的時候鄧小平他就不是中共最高的領導人啊 所以說他是一個不是中共從法律上從黨章上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 但實際上他是一個控制著中共國家最高政權的領導人 所以說鄧小平他在他成為中共第二代所謂領導人之後給他弄掉了華國鋒弄掉了胡耀邦弄掉了趙紫陽這些人都是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但是這些人都被鄧小平玩於鼓掌之間所以鄧小平才是明確的叫垂簾聽證今天習近平做不到這一點 因為習近平現在絕對沒有這種威望可以他不是領導人時候仍然能控制中國大局 而且習近平他也不敢就說我現在去垂簾去我把我的職務交給你們然後由你們來聽我的這些人不聽你怎麼辦 那時候習近平很可能就像周永康像薄熙來一樣被送進行程了 所以說這是我講的習近平從他自己個人的個性從他這兩屆就是18大19大他自己的政治安排他所有接班人的選拔 以及他把黨內對他有厲害作用威脅很大的對手像周永康令計劃薄熙來包括這個王岐山這種都是雖然王岐山是個戰友但是他不敢用王岐山的 所以說從習近平的這些政治安排我就基本能判斷出習近平他就是要在終身制這條路上走到底 無論他玩什麼花招他都不會改變他自己想接任中共領導人一直呢做終身制呢做到死為止這是他的想法 當然了他自打財訴他沒有這個能力他最終被人家玩掉他沒有這個本質最終控制住這個權力那是另外一回事 從他自己內心裡面他是一定是做這樣的安排的而且這種安排不是簡單單單他自己想很多人就想我想啊你想沒用啊你要有能力啊要有組織安排啊 就是習近平絕不簡簡單單是想他的組織安排包括法律保障他都做到了也就是說明習近平他確確實實他在他十八大之後在十九大的這個任期裡面 他是做了組織上的保障私下上的保障理論上的保障包括他呢他這些隊伍他手下的這些人對他擁戴上的保障他都在這個案上去做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會將來出問題那我們就不好說了好我們今天談第二個問題也就是香港的一個議員叫何俊瑤 何俊瑤呢從英國傳來的消息是英國上議院的一個議員叫奧爾頓遜傑 這個奧爾頓遜傑呢他呢致函英國的安格尼亞魯斯丁大學的校長他執行他這個校長幹什麼呢是告訴他你這個大學的這個裡面啊有一個法學博士 是中國香港的議員叫何俊瑤何俊瑤作為你們學校的一個法學博士但是他個人現在的行為尤其是香港反送中以來這麼幾個月以來 他個人的行為已經完全違背了作為貴校畢業的一個法學博士應該有的一個擔當 因為你們學校裡面所有的學生都是以你們學校能夠有良好的社會行為的 在社會上面能夠表達他們自己一個優雅的行為的人來成為你們學校的博士的 而這個人建議學校取消他的博士學位 所以說英國的安格尼亞魯斯丁大學就正式宣布取消何俊瑤在他們學校的法學博士的學位 學校裡面做出這樣的決定學校裡面明確講是基於何俊瑤個人在整個反送中以來他本人各種言論和他本人做的出格的一些做法 包括他自己號召民眾對那些抗議者要殺不勝首先這一點是英國這個大學裡面絕對不能接受的 對普通公眾對普通的和平抗議者要殺不勝我們學校能培養出這樣的法學模式嗎 第二個何俊瑤就是在立會和香港行政當局希望什麼希望他們能夠取消香港民眾他們可以上網上這個聯登互聯網的這個權利 也就是從言論上面去控制香港民眾不讓香港民眾使用聯登網使用他們這個即時交友軟件來參加反送中運動 實際上就是一個立法會的議員對民眾的這個言論自由權進行打壓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勾結核社會在元朗的白衣人我們看到元朗的白衣人都是黑道人物 這些黑道人物跟何俊瑤是稱兄道弟所以說難怪何俊瑤他自己他的祖墳被人家殺掉 他今天就再一次做出了丟失滅祖的事人家學校不願意有這樣的學生 所以人家英國的學校馬上就宣布剝奪了何俊瑤他的這個博士學位何俊瑤這些傻了啊 投靠共產黨投靠核社會最後總有正義的力量來消滅他嘛 其實何俊瑤哪怕他這個學位不不不的學位很多人認為是很簡單的事啊 我告訴你不一樣它說明什麼它說明海外社會海外正義社會呢是通過這個方式來表達自己一個正義的一個訴求一個理念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問題它首先是英國和香港有了1984年的中英聯合香港聲明 而中共在回收香港之後一直是違反香港聯合聲明 沒有遵守聯合香港聲明以後就導致了英國整個全體社會對香港現在目前的狀態 對中共背信其義的行為是感受到非常不滿的 而何俊瑤作為一個香港的議員他不僅不能捍衛中英香港聲明 相反呢他賣足羞容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首先對何俊瑤的制裁 他實際上就是表達了一個信號這個信號也就是香港大量的這些公職人員 尤其是香港政府裡面的領導人議會的這些議員這些大律師們 只要你們是違背香港聯合聲明的只要是違背一國兩制的 按照共產黨這種專制獨裁統治然後侵害香港民眾司法權利的人 最終這些人在英國獲得的學位可能都會被剝奪 林鄭月娥也是英國畢業的林鄭月娥在劍橋大學上過學的 那麼也就是說建交大學也可以仿校何俊瑤的這個母校 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也就可以剝奪林鄭月娥的這個榮譽學位啊 都可以啊香港有很多知名人士都是英國畢業的都可以這樣去做啊 因為英國它在通過這個榮譽方面對你進行的剝奪 實際上就是宣誓英國政府的一種立場英國這個院校的一個立場 原來有一個人權鬥士昂山素季大家都知道的 昂山素季是獲得了英國無數的這些榮譽的 包括倫巴爾和平獎昂山素季都獲得了 但是昂山素季在他執掌的政權在他藏到了專制的這個權力之後 昂山素季完全就墮落成他根本就不是什麼人權鬥士 完全就是專制的貴子手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英國率先剝奪了昂山素季很多他的這個榮譽頭學 包括英國的牛津市包括愛爾蘭的多布林市包括加拿大 全部剝奪了昂山素季他的榮譽市民什麼榮譽學士的這個身份 包括很多人都提出羅伯爾和平獎應當剝奪昂山素季他羅伯爾和平獎的頭銜 雖然羅伯爾和平獎他們發出去獎是不可能去剝奪 但是有一點可以證明就是昂山素季他現在已經不配成為一個名權鬥士 不配獲得羅伯爾和平獎那麼何俊耀今天被英國剝奪博士學位的這件事 他就實際上是對香港現有的香港的那些香港立法會啊香港政府啊 你們這些高官這些擁有英國財產擁有英國國籍擁有英國學位的人 這些人就感覺到一種震懾 因為很可能英國就會剝奪他們在英國裡面所享有的各種英國的榮譽和權利 這就是你違背了中英香港聯合聲明啊 所以說這個事實際上是很有典型意義的 所以林鄭現在是比較怕的 林鄭最近講話她已經很跌軟 林鄭呢現在往後退有人問林鄭會不會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林鄭現在模論兩可她就說呢如果今年年底警監會所提供的報告 民眾不滿意的話就有可能會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是林鄭第一次鬆口啊她講這個話以後也就變成建制派的議員氣死了 建制派議員就是說河還沒過你就拆板著 吊的河裡面一定淹死的有你 因為什麼這些建制派議員都是按照共產黨的指示來鎮壓香港民眾的吧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要調查所有的警察 從反中中以來所執行的各種爛捕爛打爛殺 警察違背之權要有大量的警察會不會送上法庭啊 那麼這樣的話那些所有支持共產黨的這些警察就感覺到膽戰心寒了嘛 那麼林鄭月娥的前提就說警監會的報告如果通不過 如果是民眾對他都不滿意 那你可以想像的香港民眾對警監會的報告一定不滿意的 所以說如果是按照這樣講警監會的這個報告 香港民眾大部分不滿意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那太好了 那獨立調查委員會就趕緊成立成立了以後一旦成立以後 大量的警察包括光頭警長這一類包括那個開箱設上那個年輕的中學生胸膛的那個警察叫杜偉的 包括警監處現在的這個處長盧偉聰那幾個副處長什麼鄧炳強 包括曾經有一個指揮官講過什麼年輕的女孫願意跟前線的將士奉獻青春啊 講這些人這些人一個都跑不掉通通都會送到香港的法庭等到他們這些警察受到懲辦的時候 那個時候香港人民才可以完全依據香港英國殖民地區留下來的這種司法的這個武器 捍衛自己的權力來懲治香港這些不法的這些警察 尤其是在承辦的警察很多內幕被掀出來啊 很多大陸派過來的那些警察冒充香港警察在香港執法的這些人 他們的真實面目都會被調查出來 這一旦調查出來以後共產黨就完了 我告訴你講所以共產黨是不敢讓你們成立什麼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不敢給你們雙普選的 因為如果涉及到這些權力都給了你們 香港它認為就是真的實現一國兩制 因為共產黨是假麻假人樣的啊 它不願意給你們一國兩制 不願意你們香港港人治港啊 它只不是說說而已啊 所以二十多年來他們沒有執行過一次願意你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給你們香港人一國兩制給你們真正的民主權利 但是香港人民現在就是不屈無狼跟你鬥爭鬥爭到最後就是習近平現在已經不知道怎麼辦好 贈牙包不敢投降們不想 那麼怎麼辦呢就好拖著拖著什麼習近平就想把四中全會拖過以後 把黨國軍國大紀搞完了以後我們再回頭再收拾香港 所以香港的情況怎麼變化 四中全會之後會有什麼新的這個內幕 四中全會習近平有沒有接班人 我們都根據這幾天四中全會最後的公報我們來做出新的這個解讀和判斷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做到這裡謝謝大家